戴佩妮曾以歌手、作曲人、编曲人、制作人、MV导演、乐团成员等身份 先后19次入围金曲奖 成为金曲奖获奖类别最多的女歌手 她不是科班出身 但每一项都不是玩票性质 她从不在意自己的曝光量 也不会按照市场喜好去改变曲风 而是不断挑战不同风格 也许这种性格上的不紧不慢 以随性自然 才是戴佩妮真的自己 相对其他的一些歌手来说 你有很多很特别的这种特质 比如说你的歌性比较随性 哪怕舞台上穿着 也不是像人家穿得这么的珠光宝气 就是一个很随意的 所以你也说过好像你的创作当中 带着很多赤着脚的元素 赤着脚的元素 主要是因为我的脚 四耳朵 因为我扁平足度拇指外翻 所以其实我近几年特别发现 我越来越不能穿高跟鞋 我已经穿了平几鞋来了 就是我只要一天穿着高跟鞋 但是对于在舞台上还是得穿 就是穿穿 如果就是我会发现我第二天 我腰开始很疼 因为撑着一天太久没有 然后我自己的巡演宠坏了我自己 因为我都穿平底鞋 所以我就会 因为我觉得唯有在赤脚 或穿平底鞋的时候 我才可以不分心 把不分心这个东西 到我的脚痛那边去 对对对 就我不觉得有人在打扰我唱歌 我就会很轻松自在 然后就可以去多专注在唱 或者是要表达的情感上 但是如果它啃 你就会就 就是你唱着歌 下面有人扎你针 你知道那个感觉 所以其实以前从出道到现在 其实一路走来都是这样的 到后来因为让我 尝到了赤脚的甜头 还有穿球鞋 平底鞋的甜头 我就会觉得说 我知道那个落差在哪里的时候 所以现在能够尽量赤脚唱歌 或者是赤脚唱歌 还一直还不行 还要被念 因为台上有很多电线嘛 我妈说你走着走着被电着 怎么办 她就走着电就电 所以就变成 好 赤脚也不行了 穿个拖鞋可以的吧 拖鞋又不好看 好 那就手鞋呗 就穿球鞋 那球鞋就看情况吧 有时候我才需要 也不能穿球鞋 但是我自己的话 我自己的那种 中小型的 像我去年的随风所欲 基本上都是 我自己很舒服 日常穿的鞋子 但你说像那种 大型体育馆的 我这个儿啊 不穿高一点 那我就 找不着你了 他们都要戴望运机 我自己还得卖 不是 没的 没的 是我造成的 我给你送 我自己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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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失险 谁呼吸闭上眼 抱着我的脸 无辜无私不得 不能在心里面